和樂融融小小的頻道 在上週6月19號 禮拜一 上午11點34分的時候 收到了一封頻道 遭YouTube聽權的通知信件 這YouTube的一封信 就直接將我快一年的心血 化成灰金 創作者也完全聯繫不到審核團隊 各種踢皮球的回覆 就好像要我們 只管接受這個事實 不要有其他意見 包含翻唱歌曲的製作 3D動畫片的製作 加上模型 及前期的廣告投放 以及整體頻道營運的規劃等等 就花費了近百萬 而後續頻道的經營人力成本 持續的影片製作成本 以及因頻道消需損失的業配合作 再加上YouTube扣留頻道 兩個月的收益 其中包含了會員收益 超級留言超級貼圖收益 以及廣告收益部分 全部都被扣住 因此 全數是近兩百萬新台幣的虧損 大家好 我是裴妮 是一名VTuber 就在上週6月19號 我的原頻道被消失了 現在你看到的是緊急重創的新頻道 而我們公司因為頻道停權 一共損失了近新台幣200萬元 我從去年2022年7月31號開始經營頻道 至今經營了快一年 十一個多月 在停權前訂閱數達4.79萬人次 主要是在YouTube上面直播 並將直播檔剪輯成直播精華影片 即Shirts 上傳到YouTube的方式進行創作 總共影片數量是251支 其中包含了179支的直播檔 61支的Shirts 以及11支的影片 平時的直播內容以聊天、畫畫、彈琴、唱歌等為主 直播時平均會有250人同時在線觀看 上傳的精華影片和短片大多都是綠標 也就是影片合家觀賞的意思 有時候會被YouTube系統判定是黃標 也就是所謂影片不適合一些 或是大多觀眾的意思 但多數經過審核之後 就會變更回綠標 雖然姊姊看起來有點性感 講話可能有點黃黃的 但其實我的頻道 整體看下來 起碼在被停權之前 是被YouTube認為很適合大部分人觀賞的頻道 就是一個這樣和樂融融小小的頻道 在上週6月19號禮拜一 上午11點34分的時候 自我夢我還趕快躺回去 睡了八個小時 再醒來再重新看 才證明說這封信件是真的 我沒有看花 這YouTube的一封信 就直接將我快一年的心血化成灰燼 公司在我還在重新的過程當中 就提交了申訴 申訴的內容是 本頻道為正常經營 且並未收到任何違反社群規範警告 也無嚴重違反規範的狀況 請YouTube審核團隊再次審核 因為有前輩提醒說 如果使用信件和YouTube來往 有時候會得到罐頭式的回應 所以我們同時也在推特上面 at YouTube 聽YouTube YouTube Creators三個帳號 並敘述了與申訴相同的問題 希望可以獲得協助 另外我們也使用了YouTube的 創作者支援團隊的管道 回報我們遇到的問題 隔天我們就收到了回信 信件內容是 詳細審查後我們判定你的頻道 確實違反裸露於色情內容處理政策 因此頻道無法恢復上線的信件 在同一天我們也收到了 YouTube Support的信件 內容是 根據我們調查您的頻道 很抱歉的通知您 您所報告的頻道 被判定為重大違反YouTube社群規範 而被判定為停權 在經過重新選查之後 您的頻道帳戶由於具體違反了 YouTube的社區準則中的 與裸露與色情內容處理政策 現已被確認判定為停權使用 因此你不能夠登入該頻道帳戶 同時你也被禁止使用或創立相關聯的其他YouTube帳戶 我們就非常疑惑也很想要搞清楚 到底是哪一個影片或是Shorts或是直播造成了嚴重的違規 或是要在怎麼樣的狀況下 我沒有收到任何的社群規範警告 但是卻能造成屢次違規的效果 這種情況就像我在學校從來沒有收過警告或大過 就是一個好學生 但有一天學校直接把我退學了 原因是因為我常常違反校規 我們希望得到更具體的說明 所以我們持續的在和YouTube聯繫 但YouTube的信件 開始使用了AI式的回畫方式 在隔一天推特上的YouTube帳號也回應了我們的推文 內容與信件差不多 但如果想要再更進一步的了解原因 他們就會開始鬼打牆 這期間也有一些頻道訂閱數比較多 後台擁有專門的YouTube創作者 支援團隊聯繫方式的朋友 有幫我們詢問停權的問題 但遇到的狀況不是客服說 因為朋友的頻道和我們的頻道 看起來沒有關聯 無呈現詢問 要不然就是他們無法提供更多的資訊和解決方法 我們用盡各種方式 想要和YouTube對話討論 但都沒有得到一個能令我們接受的回覆 創作者也完全聯繫不到審核團隊 各種踢皮球的回覆 就好像要我們只管接受這個事實 不要有其他意見 雖然只是一個訂閱數近5萬的小小頻道 但我們在開頻道前大概有8個月的作品準備時間 包含翻唱歌曲的製作 3D動畫片的製作 加上模型 及前期的廣告投放 以及整體頻道營運的規劃等等 就花費了近百萬 而後續頻道的經營人力成本 持續的影片製作成本 以及因頻道消虛損失的業配合作 再加上YouTube扣留頻道兩個月的收益 其中包含了會員收益 超級留言 超級貼圖收益 以及廣告收益部分 全部都被扣住 因此全數是近200萬新台幣的虧損 以一個全職是YouTube創作者的人來說 我無預警的被扣留了兩個月的心血 要叫我什麼活啊 要叫我們怎麼活啊 需要我喝西北風嗎 需要我們全公司的人喝西北風嗎 我們在這次和YouTube溝通的過程當中 沒有得到正面的討論的機會 或是更具體的回應 讓我就覺得 小創作者 在平台中是不是沒有話語權 甚至會覺得有一點生氣 頻道的政策的嚴謹度 是不是看平台的心情而定 但身為一個創作者 我們仰賴著平台宣存 雖然覺得有一些不合理的處分 但是不是就只能接受這樣的結果 希望這一次發生在我身上的 停權事件只是一個個別的案例 不會發生在之後頻道經營 以及其他的創作者身上 很感謝我頻道停權期間 有許多影音創作者朋友的幫助跟關心 雖然頻道恢復機率渺茫 但因為有大家持續支持 陪你 讓我想辦法從悲傷崩潰的情緒當中 努力地繼續創作